是我 绝老的时候 又被一条生路滑 由两代少将 许冠文和黄梓华合作的电影 重开拍起 敬意令大家相当期待 电影公司陆续释出拍摄花水 其中这场 梓华向Michael 否白初冲的重要场合 还吸引了同戏的后辈 惠斯雅专程来观摩 戏中作为传统南娃老师的Michael 对于初入行 做礼仪师的梓华 离经背道的做法相当不满 而梓华希望向Michael示好 否白自己因为疫情拖垮生活 无奈入行的因由 讲讲梓华还眼淚淚 我之前有这么生性 整天在撞板 但是有时候 不撞板 有些事情不明白 拍完这场戏的梓华 还一度要走到一边抹眼泪 不过专业的她 一秒转变状态 和Michael演出 一曲敏恩仇的场口 我就 私自 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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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很親密的工作關係 我做她的編劇 真的跟她一起去讀劇本 讀了幾個月,每天都看到她 我知道她的思維、方式、速度 基本上這次見她是沒有變過的 真是一針見血看到的問題 或者劇情的精耀所在 各樣東西都是很準確的 為了演好藍莫師傅這個角色 比Michael事前專程去學習拉爾虎和唱藍莫 學著學著都感受到傳統藍莫的味道 有師傅教的,幾個師傅教的 是很厲害的師傅 令我覺得…我特別深刻一點 因為從小到大聽這些語言的感覺那麼厲害 忽然間有機會幾個師傅教的 覺得他們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喇…見面…很有感覺